这是2022年日本最变态烧脑电影 凡是看过的人都惊掉了下巴 在日本东京发生一起恶性杀人事件 24名无辜少男少女遭到绑架 之后被残忍杀害 而凶手居然是一个看起来十分温柔的人 2016年3月11号 日本警方得到举报 在一处偏僻树林中发现一具女士 被害者身上多处受伤 撑前曾遭到过虐待 警方根据线索在阿发地周围展开调查 很快在15公里外发现一处小物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经过挖掘找到23名受害者遗体 事件之大引起警方的注意 屋主人名叫真村大和 是一家面包店老板 于是立马将嫌疑人给逮捕了起来 在实施性证据面前 大和交代了事情 和在面对法官的审判时 大和坚称其中23起案件和自己有关 最后的第24起并不是自己做的 有人故意想让他背黑锅 更是嚣张地声称 自己的作案手法 警方根本就不会抓到任何证据 不过法官对于这样变态的凶手 不想去过多计较 也不相信他说的话 他始终认为这是大和的狡辩 大和这么说有着自己的理由 和突然情绪激动杀人不同 大和的每一次作案都是蓄谋一久 精心设计的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大和写信给名叫做《牙野的大学生》 希望对方能够澄清事实 牙野其实和对方并不熟 本着无聊的态度 他前往了拘留所探望 大和见到牙野 立马喊出他的名字 立马表示感谢牙野能够来看他 他清楚的记得牙野是个温柔的孩子 每次在店里吃完面包 会主动把桌子擦干净擦回走 每次和牙野聊天 大和的内心都有种说不出的平静感 简单的几句话 便在短时间拉近两个人的关系 随后他表示 自己已经接受死刑的结果 但不能接受自己被冤枉杀害第24名受害者 肯定是另有他人做的 凶手一定还在逍遥法外 他希望牙野可以找到律师了解详细情况 话还没有说完 看守便以时间为由 强行拉走了大和 虽然搞不清楚状况 但牙野还是找到大和的律师 律师表示牙野可以看到所有案件的资料 不过不能将其带出去 现在他临时充当实习律师调查此案件 得到允许之后 牙野将一部分资料给拍了下来 回到家便重新开始整理整个过程 真村大和 作为一家面包店老板 经常被顾客称作为微笑天使 可令人没有想到 大和在7年的时间里 连害24人 且都是当地生活的高中生 第一起案件发生在2010年3月8日 一命关羞可爱的女高中生 被大和当作猎物 大和会时常出现在女孩兼职的潮市 会故意制造偶遇和对方打招呼 花费大量时间精力 去培养两个人的信赖关系 当时机成熟时 大和便开始暴露本性 将女孩绑架到野外的小屋子里 绑在特制的铁床上 他有一个特殊的爱好 喜欢被害者的指甲 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 活生生拔掉受害者的指甲 之后会用刀慢慢折磨对方 受害者越痛苦 大和越是兴奋 在女孩死后 大和便将尸体给焚烧掉 骨头翘碎 当作肥料掩埋在树下 门口的每棵树下 都压着无辜的亡魂 正是这种高智商 不留痕迹的作法 才会让他这么多年 都没有被人发现 23起案件中 受害者都有明确的共同点 目标都是17 18岁左右的 年轻少男少女 并且都是大扮规规矩矩 看起来非常乖的孩子 可第24起案件 受害者更近像26岁 是个上班族 为什么和之前大不一样 难道大和真的是被冤枉的吗 作为法律学的大学生 这无疑激起压野的好奇心 他立马拿着资料 开始着手调查 首先来到大和 郊外的小屋子 相隔不远 邻居大义表示 怎么都不会相信 大和是个杀人犯 明明是那么温柔 爱笑的一个人 如果当时他想要躲避 我可能也会相信 他是无辜的 由此可见 大和一直给人温和的形象 之后 压野来到根金像的案发地 根据眼镜大妈的描述 经常有一个穿着朴素 留着长头发的女人 前来祭拜 压野怀疑 有可能是根金像的朋友 于是找到根金像的朋友 前来证实 据朋友了解 貌似没有人前去案发地 同时他也透露 在根金像死前 经常被名叫金山的人给骚扰 两个人什么关系 他不是很清楚 有了这些信息 压野再次找到大和 他表示 杀害根金像的 很有可能另有他人 具体是谁 还需要深入调查 大和告诉压野 警察和法官都明确说过 不可能在同一地点 同一时间 同时出现两名变态杀人犯 但压野也根据自己的观点 认为是有可能的 不过没有确切证据 他也没有信心 大和却在一旁鼓励他 给他加油打气 并提醒他一定要小心点 以防被凶手暗算 有了这番话 压野的眼神突然变得异常坚定 晚上回去后 他便疯狂搜集资料 走访和根金像有关系的人员 他再次找到根金像的同事咨询 门人告诉压野 根金像他不是很了解 不过在此前 和明教亲身的人 有业务往来 俩人联系比较频繁 但并不是情侣 就在他们谈话时 一个长发男在一旁监视 回到家后 压野痛快地洗了个澡 出来正好看到母亲金子 在整理旧屋 在无意的翻找中 他看到母亲年轻的合影 看到照片的一刻 他不由得心中一惊 于是立马找到大叔了解情况 大叔也是照片中的人 合影是年轻的时候 做志愿者拍的 长头发的人 就是现在的大和 他也透露出不为人知的秘密 大和和金子 小时候都遭到过家庭虐待 在性格上 从小就和普通孩子不一样 因为受到家暴 他们被送往一家孤儿院 两人也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 长大后 他们组建志愿者团队 去教育帮助其他受到虐待的孩子 那些从小经历过不好的孩子 内心给人的印象都是老实且坚强 但实际上有很多行为上有问题 比如说任性的话 夸大自己的遭遇等等 原因都是因为没有得到足够的爱 所以在同龄中会成为异样的存在 大和对于这种孩子都可以很好的操控 他首先会找到班里最调皮的导弹轨 花费大量时间精力陪伴对方 时常夸赞做得优秀等肯定的话 然后培养他成为孩子里面的领导者 当完成之后他会180度态度大转变 将关心其他的小朋友而冷落之前的导弹鬼 巨大的心理落差会让对方难以接受 为了得到大和的关心和爱护 他会牺牲所有的一切用来交换 发展至此大和已经成为对方的主人 同时他还透露当年发生几件事情 亲子在做治愿者期间意外怀孕 也因此被福利院赶了出来 据听说他独自将孩子伤了下来 至于父亲是谁没有人知道 只知道大和和金子走得很近 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 让牙野的内心斩成波澜 为了求证自己的猜想 他立马遇见了大和 牙野也询问关于母亲的事情 但大和只是回答他的父亲怎么样 是不是对待金子很好 一想到曾经和牙野的时光 大和的内心便感到十分的温馨 这番话没有明确的回答问题 却暗示了很多 牙野也不由自主开始联想起从小的经历 母亲被父亲当做保姆对待 自己做出事情就会遭到毒打 从小被奶奶一手哑大 不受父亲的重视认为毫无用处 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 却被父亲瞧不上认为是垃圾学校 他感受不到自己是亲生的 好像是别人家的孩子一样 每当受到委屈 他都喜欢跑到大和的店里 大和也会亲切地关心安慰他 种种迹象表明 大和才是牙野的真正父亲 而不是那个只会嫌弃的仅此丈夫 牙野再也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 反复隔着玻璃 便能触碰到多年未见亲生父亲的手 多年的悲惨经历 让他从小自备压抑 这一刻他不由地露出一丝微笑 从监狱走出来之后 他第一次充满自信走在街上 第一次光明正大 只是路过的女孩 晚上他便正面质问母亲 自己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 仅此表示他就是仙人丈夫亲生的 仙人这个答案并不能让牙野满意 回到屋后 他开始翻阅大量犯罪心理群 找寻各种相关类型的案件 他现在非常坚信 第24起案件不是大和做的 为此他专门找到大和的辩护律师 向对方阐述自己的观点 可律师认为大和是连环杀人魔 他所说的话很有可能是在欺骗所有人 而牙野非常愤怒地抨击他 作为大和的辩护律师 就应该相信他的话 而不能被主观思想带偏 他现在想法才是公正客观的 关于第24起案件 大和就是被冤枉的 律师也没有过多废话 直接扭头走人 既然律师不管 牙野决定单独调查 根据第24起案件的审判 名叫金山的人 声称看到大和做完的过程 牙野认为他在说谎 故意陷害给大和 真正的凶手就是金山 为此他走访了金山的曾经同事 男人表示 金山是做系统维护的 因为左边脸上有抬忌 所以一直留着长头发进行遮挡 传闻他从小受到过父亲的虐待 导致性格孤僻和公司同事不太合群 领导也时常将他给臭码 案发前 他接到公司指排的任务 前往根金香的单位做系统维护 工作上的频繁交流 让金山喜欢上根金香 但是对方丝毫没有那个意思 遭到拒绝后 他便经常尾随根金香 再然后 边发生给金香被害的新闻 得到这些信息 牙野更加确信自己猜想 金山表白失败 产生了报复心理 计划绑架了根金香 才残忍的杀害掉 在调查大和真正案件的这段时间 牙野的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曾经在学校 他总是低着头走路 没有朋友 没有社交 连打网球都是一个人 曾经暗恋自己的女同学小芳 主动打招呼 他都不敢上前回应 面对同学的嘲讽 他只能忍气吞声 路上不小心被醉酒的人给撞倒 不仅道歉 还被对方给暴打了一顿 他都不敢做出任何反抗 从小的经历 让他自卑到骨子最深处 直到他得知自己可能是大和的儿子时 他莫名感到一种自信 压抑多年的情感得到释放 他敢在街头注视前方 敢于当面嘲讽 小芳的朋友都是垃圾 他体会到从未有过的自信力 一时间认为自己天下无敌 在一个下着大雨的晚上 一名路人由于看手机转向了牙野 不仅没有道歉 还臭骂牙野不长眼 换作以前 牙野可能就忍了 但现在他是变态杀人魔的儿子 他静止地冲向该男子 挥动拳头砸向了对方 然后尽紧逮住对方的领带 眼看对方就要失去呼吸 牙野突然被雨水冲醒 在事态失控前立马逃离了那里 跑了许久后 他才发现自己的手臂受伤 疼痛感让他顿时寸步难行 就在此时 小芳突然出现在眼前 他着急地询问牙野发生了什么事情 并用衣服擦掉牙野的血迹 小芳全身被雨水浇透 性感的身材凹凸有致 内心燥热的牙野再也忍耐不住 他抱起了小芳 开始了翻云覆雨 经过一夜剧情 牙野贪软地靠在床边 一条短信再次拨动他的神经 金山的同事将金山的照片发了过来 牙野立马独身再次前往跟金山的案发现场 就在他祭拜时 金山出现在他的身后 看到对方 牙野被吓得落荒而逃 他在前面跑 金山在身后追 两人穿过树林穿过河流 牙野一个不留神栽倒在地 金山紧跟着便压了上去 等牙野再次出现时 已经在通大河毁灭 这一次他表现的异常平静 直接拆穿大河的伪装面具 金山并没有打算杀害牙野 而是向牙野透露了实情 在金山十岁的时候 他有一个八岁的弟弟 大河作为志愿者老师 经常在一起压刷 但金山受到家暴 心里有缺陷 于是大河经常夸赞他们 基于父亲般的乖 年幼的梁兄弟逐渐被其操控 大河命令他们两个 互相用刀刺向对方 各种变态的要求 胁迫他们成为木偶 金山无法自拔 身陷其中 好不容易长大脱离了掌控 没想到大河再次找上门 他早就暗中调查 跟金山的行动轨迹 知道他每天必定经过的路线 在相同的时间 他约见了金山 利用以前的互相伤害游戏 强行让他选择猎物目标 迫于大河威胁的眼神 金山选择了路过的根金香 之后大河绑架 并将其残忍杀害 而大河便解 心里有问题的孩子 行为会异常 并且还会说谎 金山这种人的话 不能作为参考 雅野这么特别的孩子 不能受其欺骗 但雅野也立马否定了大河的观点 因为雅野曾经也是大河的猎物目标 花费大量时间培养关系 等到对方开始享受时 再让其痛苦的死去 大河是雅野父亲这件事情 其实也是假的 从一开始诱惑雅野参与调查 逐步引导雅野的深入方向 也都是大河计划好的 目的就是享受操控雅野的快感 雅野从小受到父亲的脚不上 导致内心缺少父爱 当得知自己有可能是大河的儿子时 他不免对这位变态杀人魔父亲产生敬畏 认为大河是另类的天才 有这样的父亲 雅野内心也产生了自豪感 他的人生不再平庸 而是充满传奇色彩 也因为大河这种关系 让雅野认为自己也有暴力倾向 于是在雨夜包袱了无辜路人 好在他及时清醒 避免成为杀人犯 在被黎智战胜之后 他逐渐明白 一切都是大河的安排 眼看自己的阴谋被拆穿 大河也不再有所隐瞒 他直言 金子当年确实意外怀孕 但并不是和大河造成的 而是另外一个人 金子独自将孩子给生了下来 可惜他并没有活下来 而是直接死亡 大河知道之后 一把火烧掉了尸体 将骨灰撒进了河里 这句话也证明 雅野确实是现在父亲亲生的 事情发展到这里 一切都已经真相大白 有一件事情 雅野始终不明白 大河明明可以在杀根金香时 不被发现 为什么要故意暴露自己的罪证 为什么要将受害者的指甲撒在河里 大河只是回答 如果雅野是他儿子就好了 他倒真希望是他的儿子 暴露自己或许就是告别仪式吧 至于为什么他并没有作答 奇怪的是 两个人此次交谈时间很久 可看守并没有催促他们 因为事情结束的雅野再次找到小芳 两个人开心的打过网球 晚上回到家 便迫不及待要打扑克 雅野慢慢抚摸小芳的手指 不免夸到指甲真美 结果小芳突然说想拨下来吗 书包中的信封也滑落出来 竟然是来自大河的信件 看着眼前的小芳 雅野不由得心中一颤 随着黑幕 故事也到此宣告结束 相信很多人看完之后 不理解结尾给出了什么意思 其实结局让电影升华到一个档次 雅野确实是大河的猎物 不过不是要杀害他 而是要培养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 他看到雅野内心潜藏的暴力基因 冷漠 沉静 做事认真 具有一定高智商 为了让雅野自愿成为下一个杀人魔 大河故意暴露杀害根基江的罪证 然后再谎称自己不是凶手 因雅野上钩 让他前去调查 大河猜定雅野一定会上钩 为什么 原因也很简单 雅野的一生无所作为 生活极其普通 但他内心又十分想要证明自己 想要过上不一样特别的人生 大河这种极度变态杀人魔 引起全社会关注 作为三流大学法律系的他 如果能够破解警方都破不了的案件 必将会因此大放光彩 获得荣誉和赞美 一跃成为所有人的关注焦点 之后他又误解大河是自己的父亲 变态杀人魔失散多年的儿子 为了正义大义灭亲的英雄 在各种名誉头衔下 雅野被欲望冲昏头脑 一步一步调查 一步一步了解大河的作案方式 看似是在调查 其实大河在设计套路 让鸭爷潜意识中向自己学习 或许鸭爷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直到最后夸赞小方指甲时 证明他和大河有了相同的癖好 但做到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大河安排了小方 叫小方培养成猎物 然后直接送到鸭爷的跟前 厨师已经上好菜 就等客人动手 鸭爷以为摆脱了大河的掌控 其实依旧还在大河的计划当中 尽管大河身在监狱 可依旧能够通过围墙 操控众多人偶 连监狱的看守都被他所驯化 或许在不知名的地方 依旧还有很多大河的玩偶 想到这里 鸭爷不免感到后备发凉 本片看起来极度平淡 但是影片的细节非常多 大河和鸭爷之间的对话 不是简单聊天 每一句话都是大河精心设计过的 每一句话都会让人不经意掉入陷阱 正应了那句话 城市套路深 农村陆冠华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一条 喜欢点对我关注 持续更新 不见不散